事实上 被红牌罚下后的第一时间 杨帆就已经认识到错误 他显得无比懊恼 在返回酒店的大巴车上 杨帆第一时间就向队友们表示了道歉 随后回到酒店 他又找到教练组承认错误 主动表示接受俱乐部对自己的处罚 昨天下午 金门虎俱乐部按照规章制度及相关规定对杨帆进行了严厉处罚 包括对其进行严厉批评 责令其深刻反省并做出书面检查 即日起停薪 停讯 停赛 以及对他处罚金20万元人民币 如此严厉的处罚力度也堪称对史之罪 在声明中 金门虎俱乐部特别强调 我俱乐部将以此为戒 积极开展自查自究 进一步强化球队赛风赛季的警示教育 从思想认识 制度建设 教育管理 责任落实等方面全面加强整改 对于违反赛风赛季的行为坚决做到零容忍 严肃追责问责 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昨天傍晚 长春亚太俱乐部也对孙杰做出处罚 处罚决定中显示 孙杰的行为给俱乐部和联赛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 因此俱乐部决定对孙杰进行停训和停赛 并做出深刻检讨 鉴于孙杰队长身份 罚款加倍 孙杰被罚30万元人民币 按照目前赛程第14轮和第15轮两轮联赛 金门虎队将在大连分别与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交手 在安杜哈尔伤病未遇无法上场的情况下 这段时间 金门虎队的后防线始终在不停地重组 如今 金门虎队防线上杨帆和张卫又双双因染红缺阵 杨帆将缺阵几场尚无定论 而张卫在下轮停赛后 又很有可能会因回避原则 无缘与上海海港的比赛 显然 这两轮比赛金门虎队的后防线 尤其是右路的防守将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除了人员上的困难 金门虎队在出征客场大连的行程上也遇到了困难 按照原计划 金门虎队本应该昨日乘机奔赴大连 从而开启客场之旅 不过 因为预定的航班取消 球队只能将行程推迟一天 这也就意味着 球队在大连备战与上海深花的比赛的时间也少了一天 按照新计划 金门虎队将于今天上午出发前往大连 不过 鉴于目前比较特殊的环境 球队能否顺利出发还要是航班情况 以及两地的防疫政策而定 球队能否顺利出发 球队能否顺利出发